自从我进入超马 我以前看医生的时候 要吃四颗的安眠药 竟然从四颗减到现在只剩半颗 而且我的忧郁症 早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没有了 大家好 我是高雄的美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身边的事情 总是感到很焦虑 很忧郁 而且对思想又很偏激 很负面 尤其是跟我同住的老公 他感受最深 因为我常常对他是口不遮掩 我讲了那些话以后 很懊悔 对很多人的地方 我都会产生恐惧 焦虑 常常自己喜欢关在家里面 不敢出门 而且又有长期的失眠障碍 身体又越来越不好 这就是忧郁症的开始 那我常常就对我女儿说 我为什么那么不快乐 快乐不起来 我好痛苦 女儿就建议我去看身心科的医生 整首一间一间的患 情况不见改善 有一天呢 女儿的同事 方先生送了他两张音乐会的门票 我女儿就邀约我去听听起初 我不太愿意去 后来想一想 我要去试试看 当我听到老师做的歌曲 每一个字 每一句 好像都是在写我心灵里面的东西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很舒心 我想这是什么歌呢 怎么这么神奇 我当下就想 他能够让我这么的舒心 让我的心灵这么的安静 我就是要走这一条路 于是呢 我就这样子跟超马结了远 以前的我 不可能一个人到任何的场所去上课 听完了这场音乐会 我竟然能够主动跟我女儿说 女儿女儿 妈妈好想让这种上这种课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 哪里有这种课的地方可以上 我女儿就帮我查了超级生命密码 高雄精英会的课室 隔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去 去到了课室 进到教室 我不认识一个人 可是呢 我的心竟然很感动 而且呢 一丝是害怕 焦虑的感觉都没有 反而 很大莫名的舒心 自从我进入超马 精英会以后共证 并参加老师的各种共修课程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那个药竟然能够一颗颗的减 我以前看医生的时候 要吃四颗的安眠药 可是呢 上完一个多月以后 很奇怪 我就可以把 要一颗一颗的减 竟然从四颗减到现在剩半颗 而且呢 我的忧虑症 早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没有了 我的老公有一天 竟然还对我说 你好 你好 你会改变 怎么会改变这么多 这有可能 你以前是 那样执着 不能有那么多人 从我这样的改变以后 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先生呢 就对超级生命密码 有了很正向的支持 跟的态度 感恩老师 在我的生命地图里 注入这么多的美好 感恩一切的一切 让李霞能够 变成这么的快乐 现在身体也变得很好 感恩大家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